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有位听众在Facebook 问袁医生可不可以分享 关于强植性脊椎炎的自然疗法 大家都知道强植性的自然疗法也有时候叫做 黏炎性脊椎炎 英文我们叫做Ankylosing Spondylitis 亦有一个别名叫Marie Strumpel disease 可能是Marie Strumpel这两位医生发现 什么时间我都不太详俊了 人们会问到底这个是什么病 是的 究竟是强植性脊椎炎 很明显这个是和脊椎有关 强植性的意思是脊椎是硬了 所以直了 直了 即是弯不了 就是说强植性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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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性的ète 这个当然是一种长天慢性的持续关节炎 当然所有的严症都会有所谓知道 最后会令身体不同的关节硬化,就是粘硬了 通常是脊椎和脊椎周围的结构 当时你会看到脊椎里面的纤维是慢慢地盖化 尤其是脊椎盘间的骨盘和周围的关节硬化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地方是我们的Sacred Elite Joint 是底盒骨的部位 底盒骨是我们脊椎里面 我经常在背部里面有两个粒位 像面的Dimple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底骨和颗骨之间形成的关节 很多时候这个关节会硬化 脊椎和脊椎之间接合的关节 当然脊椎附近的软组织通常都是出现的 尤其是在一个时间长了之后 你会看到这方面出现的问题的位置 那什么人容易患? 会不会是老人家? 这个很有趣 这个关节炎 一般人都会想着年纪老化 关节病会更多 但这个病就不是 通常患病者年龄是10-30岁之间 很少是30岁以后才出现的 而患病的人90%是男性的 当然跟男性家属方面都会有关系的 很明显可能有些遗传的关系 我们发现这个强直性的脊椎炎 以及有一个遗传的敏感源 就是敏感源 HLA-B27 HLA-B27 或者叫W27 这个敏感源通常在很多人的细胞面上可以看到的 当然整体来说 在美国大概6%的美国人是有这个敏感源 但是90%患病的人都有这个敏感源存在 当然有敏感源不一定有病 但是如果你有病的人通常都是有这个敏感源的 嗯 那有什么症状的? 这个强直性的脊椎炎? 很明显 这个症状通常是慢慢的 conscious—有生cal出现的 即不会突然之间的 第三症状的 慢慢的 Você開始 腰椎部份,这个是第一个,你会发现是比较硬了 当然也会痛,很多时候在座骨神经的范围 还有很多时候早上起床就很僵硬 慢慢地,假以时日,这个症状就一路一路恶化 由你腰椎开始,慢慢地就会走到中腰部份 再慢慢地,甚至乎去到颈部位 当然有时候,其他周遭的关节 在最后的阶段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宽关着腰部份,还有肩膀方面 肩膀的关节都会受到影响 起码有三分之一个的人都会有影响 也有时候,虽然不是那么多,但膝膀方面都会有影响 好了,这个就是受影响的关节是僵硬了,动不了 还有就是肩膀比较累,体重低,消失低落 还有有轻微的贫血,还有一般肌肉严重一点都会很硬 也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会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心脏都会受影响 譬如你会见到心脏的不规则 以及心脏的大动物是不够的 在长期的心脏的症状都会有 当然最早发现是我们的底下骨的关节 早期很可能发现关节比较痛 按时是痛 或者是一种拳头去敲打腰椎的时候 发现有种痛楚 慢慢地我们的腰骨的弧度 通常腰是向前弯的 肚子向前弯的 这个弧度慢慢地好像是平了 即是没有了 因为肌肉的抽筋关系 以及脊椎之间的关节是受到影响的 还有很明显的就是病人向前弯的时候 弯腰通常是减低了很多 因为我们弯腰的时候 脊椎每个关节都会打开一点 才可以的 如果在这里黏住了 就关不了腰 有时你给这种感觉 它的腰好像有一块板 有一块硬板 来包住它 令到它硬挂挂 是做不了 关不了这件事 早期当然肌肉受影响 到晚期很明显是骨本身都黏住 还有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的胸骨 我们的胸和脊椎骨 即我们呼吸的胸部 都会黏住了 很明显令到我们肺脏的膨胀出现有障碍 即我们的呼吸方面 都会减弱了一点 慢慢地 有时可能脊椎有问题 脊椎不是很扭得住 不可以向前、向左、向右 扭转的能力已经减弱了 最后就出现了一个整条脊椎 都是硬了 要是好像硬向直 也有时很可能就好像驼背 向前 这些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容易提到这些病征 那在医学上 有没有说有些什么检查方法 或者照X光可以查到自己 有没有强强性脊椎炎 在实验室里面 其实不是很多化炎 可以做到这个诊断 简单来说 一是一种炎症 通常炎症 我们所谓红血球的沉淀率 就是ESR 就会提升 是 一般是一个很基本的指数 可能在这种病人 就会提升了60%左右 也有轻度的缺息数的贫血 当然 我们曾经说过 HLA-B27 抗原 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正如我所说 不是所有人有抗原的人 都一定会出现这个病 只不过 患病的风险是增加了 当然最容易看 都是看过X光 X光片 是最典型的 早期的X光片 就看到 它那个 客底骨的SI joint 第一是出现症状的 你会看到 骨边缘 有些少模糊 而且有些磨蝕 尤其是在 底骨的 Elexi 容易看到 也有时候看到 有局部的 那种 这种概化的现象 最后 当然 这个关节 会确实 可以这么说 很多年之后 完全 关节 胸 虚位 都看不到 还有一样 我们的脊椎 有很多脊椎骨 一折折 我们也有很多 筋 筋膜 来拉住它 我们看到 脊椎的前筋 我们叫做 旁边 那些筋 开始看到 钙化的现象 当然 X光就容易看到 而且 而脊椎本身 脊椎本身 骨 开始流失 钙质 我们经常看到 在医学上 叫做 Bamboo spine 是 好像什么 好像竹 好像竹 一折折 这个就是典型 当然 这个就是 钙化的情况 非常严重 这个在尾期 很多时候 看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症状 会不会好 其实很有趣 这个病 就是那个进度 会如何 好的情况 其实 不一定不稳定 有时候 因为你去积极去医 它又会好些 在医学上 在西医角度里面 的经验就是这样 通常整个过程很慢 十年到二十年 亦都很可能 自己会停止 好些 或者可能完全停留 停止 都会有机会 当然 在那个严重的情况 你会看到 是一路叉一路叉一路叉 一路叉 导致到整个脊椎都坏了 在我诊所里面 我曾经也看过这些病人 严重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坐轮椅 即是它那个宽关节 已经是硬到 它是坐不了 走不了 所以我过去 我都处理过 这些是严重的 已经是坐轮椅 才进来 当然 还有些严重的那些 就要睡床 这一节 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多时候就教你做一些特别的姿势运动 那么就尽量是希望你的姿势可以挺直它 不要一直向前弯 那么主要当然令到你的脊椎会移动 即是无论哪个角度的移动和你的胸椎要直 那么有很多时候就会用一些心弯腰的运动 目的就是在不同的方向都是移动你的脊椎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了 因为它的腰是黏黏的 所以尽量就不要长期寒着背弯的 那么我们也都要避免我们的脊椎和上腰椎 就是长期的来到向前弯的 那么在这个病人呢 尽量睡觉的时候就是 即是傲晚睡 向天直睡 睡一些比较 比较硬身一些的床褥 还有用一个小的枕头 目的就是不要整个人就整个弯着 弯着来到来到睡 那么我也都提及呢 我们那个胸椎那些肌肉都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做一些运动呢 就令到我们的胸椎那方面呢 就要伸展的 那么简单来说呢 我们就做一个运动呢 就先将双手在那个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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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颈椎那里呢 扣住了它 跟着呢 就向后弯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我们的 那个 手肘 那个手肘那里呢 就向后来到生 那么 希望这个目的呢 是将你的那个 胸骨 那里呢 是尽量脂 by 但那些 solche 这些行动呢 都是经常是要ご利用的 那么当然啦 Teleforma 那么我们的太基础呢 很多时候呢 都是叫它浸浸浸浴浴呢 浸浴呢 那那ä . 不要太过疲惫 在药物方面也是这样的 用一些所谓非类固醇的止痛药 就是减轻了痛楚 通常德外乎就用一些叫Indo-Methicin 这个用了很久 Indo-Methicin或者Phenobutazone 这类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间中也有人会用亚士不灵 但是亚士不足够的效果 当然,雷固醇尽量避免 因为始终 雷固醇的长期副作用很严重 也有些情况 有些人试试用X光治疗 这是早期的 用X光治疗 即是用方向射性治疗 大家一发现 如果用这些治疗 15-20名之后 有很多头血癌就会出现 所以通常都不太常用 当然,严重起来 他也会企图用开刀的方法 但你知道 其实这些病 开刀 我不觉得有什么帮得到 因为始终你的关子已经黏了 对不对? 开刀令到关子 不会因为开刀令到关子值回 所以通常来说 都是用非雷固醇的消炎药 加上陈所的运动 液呼 基本上是这样 希望那些问题 可以自动改善 那如果在自然疗法方面 又如何处理呢? 在过去 这些毛病在我们的诊所都遇过 虽然不是特别多 我很记得 有些病人 来的时候 坐轮椅 也有些 都是用拐杖来到的 很明显 这类的病人 大部分 都已经用过西医的方法 用了很多年 这次没有效 迫于无奈 就试试找我们的方法 我亦都看过 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外籍男士 因为男士多很多 我目前处理过 全部都是男性的病人 未见过女性这方面的病人 这位病人很有趣 他是一个外籍人士 看他的样子 也挺健碩的 他说 他自己有这个病 当然 不过 他用了很多大量的营养素 包括大量的维他命C 你知道 维他命C 是可以处理很多病 包括癌症在内 他说 他自己用了很多营养素 包括大量维他命C 适当的运动 饮食方面的调理 所以他保持也不错 他也是这样进来我的诊所 走进来 但他有个孖山的弟弟 我不知是大量维他 是孖山的 但很明显 不是他用的自然医疗方法 他已经坐了轮椅 可以看到自然医疗方法 起码在这个情况下 在孖山的兄弟之中 自然医疗的效果 比普通用西药的方法更好 如何去医疗呢 某个程度上 我都知道 这是什么病 这是一种炎症 是 是 我们在饮食方面 其实要做很多 第一 就是 尽量不要用这些 所谓的止痛药 因为其实所谓的止痛药 肯定是一定有副作用的 全部都是指标不治本的 所以第一件事 尽量想办法 不要用止痛药 在自然医疗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消炎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关节方面的问题 比如 有亚氏不灵 其实亚氏不灵是哪里的呢 是白柳薯皮 其实是天然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 白柳薯皮 这个是草药 亦是天然的亚氏不灵 亦有些人 就用我们叫做 Devil's claw 就是魔爪 魔爪 魔爪藤 这个亦都可以帮助你背痛 亦有些人 用辣椒油 你知道 其实很多跌打油辣椒油 都是很生气的 有很多关节问题 用一种辣椒油 可以加一种消炎 还有些用乳香 鱼香 就是我们叫做 Boswillia 亦都可以叫做 自然界的 Cerebrical 一种止痛药 所以 其实很多的方法 亦都可以用 SAM 亦都可以用MSM 我们公司里面 通常会用 Mephil-Sophonomethane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 一种硫黄品的物质 通常在植物 水果 肉类 谷类 都可以找到 我们通常会用MSM 我用的份量 都比较多 因为曾经在外国做了一个研究 2006年 我们通常会用6000mg 的MSM 是会改善这种 减低痛症 所以 我通常会用 3000mg 的MSM 即是同食物一齐服用 慢慢加到5000mg 同时 当然我都会尽量用一些 药物一齐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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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种 还有 Penogeno Penogeno 这种药物是一种 清淳的药物 这种药物 也会帮助 这种关节痛 还有 凤梨酵素 Bromelene 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酵素 都是有种 消炎的作用 最近的酵素 是用什么呢 是一种蚱种酵素 你知道蚱种 蚱种的消炎腐蚀力 是很强的 所以有时 我会加上蚱种酵素 第一 尽量用千元的工具 来代替 你现在用开 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因为这种副作用 是很多的 其中有一种叫做 Cerebrix 在我国 还有Viox Viox 最近已经被 除了 已经不能再买 因为发现 Viox 令到很多人 心脏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药 令到很多人 死在心脏病 除了这个之外 那我们就吃多些鱼油 高质素的鱼油 或者Crel Oil Crel Oil 是一种龙虾 鱼虾油 是深海里面的很小 这些鱼虾 这个也是可以加强 你那个消炎 那个作用 所以 油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当然 要小心一些油 就不会有很多 存在水银这个问题 当然其他 比如有些人 不喜欢用动物的 当然 阿麻子油 也可以 最近 有些人懂得用 就是大麻油 Hem Oil 还有 南瓜子油 是吧 Walnut Oil 其实油方面 是很多很多的 OK 当然 用油的时候 记住 开了一瓶之后 就一定要放在冰箱 不要让它养化得那么快 除了要吃一些好油 当然 要减低一些不好的油 现在大部分外面 那些油 除了 橄榄油 和椰子油之外 大部分外面看到的油 都是阿米加绿 是特别高的 那些阿米加绿的 所谓的植物油 很便宜的 但背后 就是有很多的 很多问题 那些油通常是 就是粟米油 黄豆油 面子油 红花油 葵花油 葵花油 和菜油 其实这些本身的问题 都是好不好的 所以 在这方面 尽量避免 知道 除了油本身 所谓的植物油 就是 多 非饱和的植物油 要减 很多食物 都不要用那些 比如 微波炉的煮食 很多快餐食物 都是用那些 煎炸的食物 那些大部分的 那些沙律油 就是在市面上 那些都是不好的 那也是 就是 很多那些 我们那些 芝麻 其实大部分 都是油问题的了 那所以呢 尽量是 吃少些外面那些 即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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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本身都是用那些 很不好的植物油 做出来的 那 除了这个之外 那我们可以 飲食方面 就是飲食一些 好些的饮品 比如绿茶 薑 有时候 喝薑碑 这些 那些 和石楼 石楼汁都会很好 山竹汁 石楼汁 那如果你是有些 痛风 当然 我们可以用一些 车尼紫湿 那车尼紫湿 有很强的 青花素 Amphocyanin 和很多 其他那些 有效的成分 那 发现呢 就是 那个 车尼紫的 处理 那个 痛症呢 差不多可以 比尾两粒 阿士不灵 那麽多 和它一个 很好的抗氧化 的工具 那所以呢 就是 尽量在 喝茶那方面 那还有呢 就要减 那些 汽水 是 就是很多的 汽水那些 都是很伤身体的 那 因为糖呢 一部分 大部分的汽水 都是很多糖分 那糖分呢 就会 产生很多的 游离肌 还有呢 糖呢 也都会 損害我们的骨胶原 那 糖呢 也都会加速我们的 身体整个的老化 那 那当然 大家知道了 糖呢 是令我裂肥的 不是脂肪令我裂肥的 不是脂肪令我裂肥的 很多时候 那些人呢 就不敢吃肥理的东西 其实以为呢 是肥理的东西会令你肥的 其实真正能够令你肥得快呢 是糖分 和淀粉质的 那所以呢 那些汽水那些 千万不要再喝了 OK 这些这样的简单的 方法呢 是尽量呢 是减少它了 好了 那还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多些曬太阳 日光肉啊 那些这样 那维他命D很重要 大家都说过很多 维他命D3呢 是可以放癌的 是 那还有曬太阳呢 就不要塗了这些这样的太阳油了 是 因为太阳油 第一呢 是将你的维他命D呢 那个是会阻碍了的 那还有呢 它本身呢 就是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 那将你看到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医疗的工具里面呢 当然那个营养素是很重要的 是 那也是 我们都很强调要排毒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 就是一大致上呢 其实所有病呢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的角度呢 都是用不同程度的排毒 比如那个洗腸啊 清肝胆啊 那个淋巴引流啊 那还有一个排毒呢 我就用什么呢 就是用那个脊椎 脊椎排毒 那用什么呢 就是用那个苏联的太空科技 那对那个痛症是很有效的 那同时呢 也都可以帮助呢 我们那个 整个治疗神经系统的调理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之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那还有最后呢 我就用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王牌的旗舰的医疗工具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铜雷疗法 铜雷疗法 那在我们的铜雷疗法里面呢 我们的 大概 起码有11只铜雷疗法的疗剂呢 都发现呢 是对我们对这种的 就是黏黏性的 关节炎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当然呢 选择这个用呢 都是要视乎 那个医生的专业的判断 那 那 其实大概 我们有 比如有 马律子 这个 其中是 常用得着的 包括 通常是黑声盲,很多时候女性的惊痛,背痛,很多时候是用得着的 还有就是空念,空念就是毒心 即是像Socrates给他吃的毒心 当然和疗法的疗剂是没有毒性,因为基本上是经过稀释了 还有Kalikarp,碳酸甲,Kalikarp 还有Kalmir,Kalmir是一个小疗剂,是生月桂 Kalmir是一个很特别的症状,很多痛症是向下走的 还有就是盐,Napmer,Rustox,相信在同一个疗法里面 盐,Rustox,这些疗剂是野角疗剂,很多人都会认为 最后我们有一种疗剂叫Tellerium Tellerium是体,是一种金属 即是看到在同一个疗法的经验和资料库里面 其实我们都起码有很多疗剂 但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 帮你去做一个量身订造 来找药 那今集分享着这么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2577-379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用Skype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会诊 大家都可以打2577-3798 或者email去预约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多谢袁医生今天分享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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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k